你可以没有爱情 但是不能没有音乐 7月23日给你哈音乐 周美清在彰化路港拜票 那么刚好蔡英文今天上午扫街车队呢 也到了彰化地区 沿路支持者夹道欢迎气势相当不错 根据民进党内部的评估 目前在彰化呢 蓝绿差距大概是3%不到 不到3万票 那么双英可真的是有得拼了 我们的胜算是蛮大的 信心喊话选前11天 蔡英文下达必胜令 决战中台湾 彰化大扫街 跨英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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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跨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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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南部阳光普照 蔡英文一开始扫街还穿着背心 跟黑色博长袖 不过风还是凉凉的 就怕又感冒 蔡英文当场在扫街车上 变妆 公平 正义 跨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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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小英在扫街车上消失了十几秒钟之后 再现身已经穿上白色外套 全副武装不只要保护自己 也要PK 刚好也在入港备票的周美青 我想在最后阶段每一个候选人都会争取 每一张可以争取到的选票 各有各的战法 各有各的战术 那我们也都表示尊重 中张头 历来都是一个关键性的选区 我们也会在这里做最大的努力 兵来将党 蓝绿两大女将较劲 马蔡在彰化都有输不得的压力 民进党目前评估双方五五波 差不到三万票 而蔡英文后世看好 有得拼 中心华线 绿桥N小组 彰化 成本党